隔離男的紀錄片 剛剛看了這個隔離男的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覺得其實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原來真的很多事情不是等著明天再去做 可是現在其實大家都一定要去做 那不管是從企業 從個人 我們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做這件事情都很重要 那就像剛剛說的有很多的數字 讓人們會覺得 哇 怎麼會這麼誇張 那你說從企業的這一塊 像我們傑斯艾德威集團做數位行銷 總本身就是服務很多的一些品牌組 那在品牌組的一些服務的這個 偷偷走路選上面 我就會去想說是不是應該邀請大家一起 針對可能不管是綠色這一塊的一些 ESG的一些議題等等 能夠有更多的參與 然後讓我們大家能夠一起在這一個 這個所謂的不管是這個碳排放啊 等這一套路上 能夠大家能夠有更多的一些貢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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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